花开灯黄的展览是我对父亲常书红推广灯黄文化遗致的实践 因为父亲告诉我,沙纳不能忘了你是灯黄人 所以,灯黄的艺术的推广发展对我来说,在那个时候都不算完 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就要到处说灯黄 现在一代来真的多长夏娜娅过 установ材 대해서 这展示展展展展的396本作品 从1945到现在的日常 包括1945年述 亚发兰花画 花画 并建设计创作 很多古兰花画 所在公布的第一次发布 长老师的研究生涯 本学的工作人物 装置 衣服 衣服 动物 植物 建筑 做了一个详细的分类 这个分类呢 作用是什么 是指导我们当下 寻找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脉 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Cang Xia Na said an artist must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she hopes that through this exhibition she can convey her personal experiences to more young people allowing them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pply what they learned in their daily lives 设计是不要只是会画稿子 你给老板信用的东西 你要让它实用 要它好用 第一个材质的选择 功能的选择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花开敦煌展展 推广的重要目的